你坐着像佛似的干啥呢?姐姐呢? 姐姐给你求水去了? 那你咋不跟姐姐一起进屋呢? 我不要 臭得瑟 你又喜欢这张新帽子? 妈妈干活你乖 那草够不够两顿呢? 不行再砸点草啊 差不多吧 够啊 反正也就姜妈的 这天天包没干的 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双双 我们这边今天静默的 第四天还是第五天来着 就每天在家捐的呀 都不知道几天了 然后看到了吗? 这料还剩这么一点 到现在也没消息呢啊 今天是14号的下午三点 然后我们准备开始拌料了 拌一对就少一对 这到底是老爷们儿哈 像我一个人我肯定是整不动的 这我们家这种利器活 全部都是王冬月来干 好了? 好了 我还没好呢 我料还没准备呢 你等我两分钟啊 就这点料 手扒了那是 我天我都舍不得开呀 哼 舍不得开一天也是三袋 舍不得用不敢用的 还能为去了今天还能为三天 哎呀 这玩意越用越多多好 哎呀 老婆 嗯 你看着没 好多朋友都说 哎 双双你为啥 直到疫情了 不多存点料呢 我给你们看一下 这上面的保质期啊 保质期最长90天 7月份 8月份 9月份 最多就75天 朋友们哪有那么多找知道呢 如果找知道 这疫情我跟你讲 我囤的十多二轮的 我个儿还能给家卖点 天气热 你知道吗 这段时间有多少人在群里边找料 就我们村这一拨六的 养母牛的 你家有料没 给云我点 我说没有 我自己家都断六了 姑娘闻着牛粪味吃着苹果香吗 没有 后边就是牛圈 你说你俩可就坐这吃 伯伯 嘴里疼不疼了 妈妈看看嘴里 嘴巴 哎呀 看出血了 底下还出血呢 这个口罩一戴上 也不知道啥时候能把这个口罩摘掉 一方面是牛的原因 一方面是孩子的原因 实在是没有人给带孩子 然后我儿子今天卡破了 卡出血了 牙眼都卡破了 一边是孩子 一边是生活 真的是 不容易啊朋友们 绳子开了 妈呀 这不是两瓶的吗 脚两根的 这是我上回捡的 上回捡 上回捡 我不遇啥事 我没烧上 这是咱们上皮生的绳子还是咋的 这不是那次买牛的时候圈牛吗 咱家这今年买绳子花几百了 第一回买绳子我就花了四百多 今年绳子使得挺省 今年这刚开头 汇计就没打浪费 去年浪费多少 有的那绳头解不开了都见舌了 妈妈你 你刚才哭啥呀 我到哪里了 你还找我们呢 那爸爸妈妈也没走 那牛绳子开了 我这妈妈给他换换绳子 碰着小脸 咯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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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咯 先正尾 眼睛了 你看我又是睡点火了 哈哈 过来洗手 给他扔一把槽 鸡蛋 这个省子坚持了五个月 寿命也到头了 这我儿子龙生龙 凤生凤这家养牛的孩子会烧水 行了 儿子回来吧 牛喝水呢 快往回来 快来 刚刚又装了一车草 然后明天早上给它炸掉 要不就没有草了 我们这些草大概还能炸15回最多了 累坏了 撇不动了 吃饭